就怕消费意愿不高 明年要出国或是来台湾的旅客 身上能带的现金可以增加了 因为明年104年1月1号 旅客可以攜带出入境的新台币现钞 从过去的6万提高到了10万 不过外币现钞的数目依旧维持不变 人民币是2万 美金是1万 而能带的现钞增加 央行也看好能刺激国内消费 带动经济成长